拿到的时候就是漏水 有七八个地方漏水 房顶上漏下来的 那么我们说了以后了 好长时间 他们说给我们修 我说里面就是像油漆一样投一下 我说这样修来没用的 徐女士介绍 她原来住在嘉兴秀州盛丰村 家里拆迁总共分到四套房子 漏水的这套在马社花院二期 位于小高层的顶楼 采访时屋内已经维修过了 漏水痕迹不太明显 徐女士展示了之前漏水的照片 邻居啊什么的有这种情况吗 邻居也有漏的 他们有的漏的换了 有的没换 有的他们漏了比我们好一点 就是这样 我的诉求我就是要换一套房 我这套房子我不要 现在新房子已经漏得这么厉害 采访前一天嘉兴下过雨 现场来看屋内暂时没有再漏水 不过徐女士还是担心之后的情况 一心人来到天台 正好有维修人员在维修房顶 这样我也换房子 我肯定要给他们收了 这个在干活在做 你还有什么收的呢 你说哪干 现在是还在维修是吗 对还在维修 这个东西 维修 昨天才把这个敲掉 敲掉重新做 维修多少时间了 我们想问一下 这一块维修什么 大不定义 做防水 做防水 全部做 采访当天是周末 镇政府没有上班 记者电话联系了马社花院所属的社区 我说明天我帮你去对建一下啊 我到时候我派个动作人员一起上门 到时候陪他一起去找找 到底什么问题 能修的就修不修的 那那那 让他们部门再组决定啊 第二天相关部门回复 3月9号 许女士第一次反映 房屋漏水需要维修 4月8号完成维修 4月10号 该户第二次反映漏水需要维修 当天下午 油车港镇组织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物业公司等会通 许女士现场查看维修情况 未发现新的渗漏现象 下一步将持续关注维修效果 并加强沟通 确保维修质量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